明升物价的新一波涨势又来了 因为国际黄豆价格高涨 经济部终于同意台糖反应成本 调整沙拉油价格 一桶18公升装的沙拉油 从550元涨到655 一口气就涨了105元 涨幅高达两成 有经销商表示 最近客户叫货的数量呈现倍数成长 目前仓库里面的货只够卖三天 如果其他厂牌的沙拉油也跟进涨价 那么将对餐厅和小吃店形成不小的压力 他决定6月10号开始他要涨两成 涨两成 在夜市卖臭豆腐的老板娘吓了一大跳 因为天天要用的台糖沙拉油 每桶要从550元涨到655元 不过比起去年每桶1000多块 老板娘勉强能接受 也不会把成本反映在售价上 因为我们一般没有在涨价 因为涨价到时候要跌 你又不可能跟着跌 所以我们都自行吸收 台糖要调涨沙拉油价格 实在是因为一桶550元的价格 从去年10月撑到现在 近来国际黄豆价格狂飙四成 经济部这才终于同意台糖涨价 但仅限于18公升桶装 家庭用的小包装暂时不调整 即使如此和其他品牌相较 台糖的价格还是偏低 而市场上台糖沙拉油要调涨的消息已经有风声 经销商说客户最近叫货数量都是倍数成长 能先买到多少是多少 之前的话都是一两桶在在 目前现在就是变成一二十桶在在 一切已经价不到了 已经买不到台糖的油了 台糖沙拉油的市占率约在两成 业者估计台糖要涨价影响不大 但也透露市占率较高的美食家 福哨等品牌 下周价格每桶上看700元 届时对小吃店及餐厅的影响恐怕更大 记者张金明志坚台北报道